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爸妈是前后院的邻居。 外公外婆意外去世的那年, 是我爸爸忙前忙后的张罗, 最后两家并成了一家。 他们两个都没有读多少书, 就在家门口自谋生路。 我爸爸跟着爷爷学了木工手艺, 当了个木工师傅。 我妈妈则接过了外公外婆的鱼塘, 继续养鱼卖鱼。 那两年,没感情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的他们, 硬是在普通的日子里磨出了家的感觉。 等日子稳定后,妈妈怀了我。 常年跟谁打交道的女人不知阴寒的厉害, 妈妈这一胎很是辛苦, 体型也肉眼可见的从50公斤猛增到88公斤。 奶奶嘴上说胖点没事, 明知妈妈吃不下油腻的东西, 她还是每天乘盆地端来鸡汤、猪蹄汤, 差点把我妈追到100公斤。 九个月后,我妈疼得下不了床, 要不是医生说孩子太大再不手术, 缺养了会变成傻子。 我奶才骂骂咧咧地同意了。 我的出生震惊了整个医院, 五公斤的胖娃娃, 史无前例, 只可惜是个女儿。 我奶奶听到是个女孩扭身就走了, 还把手上提得的饭给拎了回去。 我爸趴在我的两腿间看了半天, 自言自语地道, 怎么偏偏少长了那一块肉。 我妈说起这些还忍不住抹眼泪。 我和妈妈在医院饿得嗷嗷大哭。 她没吃饭下不来奶, 我没奶吃, 所以一起干好。 我那个不争气的爸爸, 直接被同学的一个电话叫出去, 再也没回来。 要不是临床地看我可怜给了半袋奶粉, 我可能刚出生就要被饿死。 我妈是什么时候觉得我爸不对劲的? 或许是从她抛下我们母女三天没露面的那次。 或许是她时不时地跑去同学家, 叫都叫不回来的日子。 总之,身材发福, 容貌变老, 脾气越来越大的妈妈, 脸上再也没了笑容。 妈妈在外面的人缘很好, 做生意又实在, 虽然钱没少挣, 家庭温暖一点没得到。 对于这段起来感激, 至于生了我的婚姻, 生意场上精明的妈妈, 没了主意。 她和我爸说话全贫喊, 除了非必要, 基本不交流。 爸爸在外面说妈妈哪有个女人的样子, 三十岁不到, 却像是五十岁的大妈。 我妈说爸爸是窝里横, 对外人比对自己家的老婆好, 活该没儿子。 最终闹翻的那次, 是八岁的我磕破了脸, 急需缝针。 我妈抱着我的手都有些抖, 她给我爸打电话, 她死活不接, 家里拉货的车也跟着她不见了。 在偏僻的农村, 没几家人有车, 最后她抱着血呼呼躺的, 我求了好心的邻居, 才连夜将我送到了医院。 我的下巴处整整缝了五针, 麻药下了劲后, 我直哭着喊疼。 我妈一边躺眼泪哄我, 一边切而不舍地给我爸打电话, 直到打到手机关机都没打通她的电话。 天一亮, 我妈红肿着眼去给我买饭, 绝口不提我爸。 她刚走, 门口就冒出了个小孩子的脑袋, 她将一部手机狠狠地砸在床前的地方。 瞬间机身四分五裂, 她还凶狠地瞪着我, 昨天的事你还没长记性是不是? 告诉胡金花, 别再打电话找人了。 我缩了缩身子, 小声道, 我妈只想叫我爸爸来看看我, 我真得很疼。 她又威胁地走了两步, 离我很近, 我甚至能看到她童中胆小的自己, 以后不许喊她爸, 喊一次我收拾你一次, 记住没? 你爸从生你的那天就不想要你了, 你不知道啊, 以后她是要给我当爸爸的。 她走的时候得意地冲我笑了笑, 我不明白, 她自己有爸爸, 为什么要抢我的爸爸? 那时候小, 对亲情也是有渴望的, 即使知道爸爸不喜欢我, 还是习惯性地将她当成亲人一样尊重。 我一个人有些呆呆地想不通, 爸爸怎么变成了别人的爸爸。 妈妈回来看到摔碎的手机, 发疯了一般找爸爸的影子。 等她发现我不对劲时, 才想起来问我谁来了。 我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阿毛说不许我再喊爸爸, 那是她的爸爸。 昨天, 我就是因为看到爸爸领着她的手, 才追赶着磕伤了脸。 妈妈, 我害怕, 爸爸不要我们了吗? 妈妈怕我的泪水进入伤口, 哄了我好久, 才止住了哭。 她说, 我们从今天起, 不要她了, 你跟妈妈一起生活好不好。 我郑重地点点头, 好。 其实, 我没敢告诉妈妈, 是阿毛伸脚故意绊倒我的。 在医院的几天, 病房里除了妈妈, 谁也没来。 我倒是常听到爸爸的咆哮声, 妈妈响眼都掩不住她激动的声线, 你她丑得跟头猪一样, 还想要钱。 你猪狗不如, 吃别人的剩饭, 吃得还有滋有味。 妈妈刚开始还有所顾忌, 后来整个人都快失控了, 什么难听她骂什么。 有时回头看我小小的身子藏在被子里, 她又挂了电话, 坐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抹眼泪。 我知道妈妈跟我一样没有去处, 爸爸根本不会要我的抚养权, 没了娘家人的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 那时我们就清楚, 只有彼此才是对方唯一的依靠。 几天后, 我的伤口拆陷了, 妈妈带我一起赶赴战场了, 可是我们没能进去家门, 门口拴了两只又大又凶的黑狗, 冲着我们直狂吠。 我吓得藏在了妈妈身后, 他们似乎嗅到了我身上的血腥味, 一个劲地冲我扑。 我乃打开了一条缝, 身后跟着阿毛, 他快速地关上了门, 冲我妈喊道, 都要离婚了, 还带这个赔钱货回来干嘛。 说完, 我看到那个小男孩爬到了墙头上的梯子上, 手上拿着我平时珍贵的小台灯, 布娃娃等全部砸到地上, 带走你这些没用的女孩的东西, 我爸要全给我买新的。 我看着砸碎的台灯, 扯烂的娃娃, 挖得一下又哭了起来。 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又红又紫, 她插着腰指着梯子上的孩子骂道, 哪来的野种, 跑到这里来撒野, 信不信我逮到你堕了你。 大门一下被打开, 一个妖艳的女人冯丽站在那儿, 得意地抱着胳膊道, 你骂谁是野种, 她可是杨家的亲孙子, 我们可是认祖归宗了。 我妈浑身发着抖, 咬着牙道, 你可真不要脸, 老公刚过世就带着孩子认爹, 不是野种是啥。 我们还没离婚呢, 就急着搬进来, 不怕兔墨星子淹死你, 针她娘见, 村口的母狗都没有你这么下作的。 奶奶跟冯丽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 只冷起全身的毛跟我妈对骂。 败家的娘们, 亏我伺候你这么长时间, 连个带班的都生不出来。 那医生可说了, 就你这体型再想生可难了, 怎么不下蛋还不赶紧滚蛋, 非要让我们赶。 你才真是没皮没脸, 婆家人不待见, 自己心里没点数。 他们大人对骂的空隙, 阿毛冲进了房子里, 拿出了更多我们的东西 一股脑的往外扔。 杯子, 本子, 书, 鞋子, 连妈妈的胸衣, 内裤, 拖鞋都被她砸了过来。 一件件东西像一个个武器 劈头盖脸地甩在我们身上。 越重的东西攻击力越强, 我被一只拖鞋砸得半边身子疼。 妈妈迅速拉着我往一旁的柴火垛后面。 阿毛兴奋地大喊, 打死你们没用的肥婆, 丑猪, 赶紧滚圆点。 妈妈搂着我的身子瑟瑟发抖, 牙齿咬得咯咯响。 她抬头看了一眼我们家的柴火朵子, 从里面抽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 你个野种, 看我不打死你。 我默默地跟上妈妈, 也抽了根不大不小的木头。 他们看我俩的阵势, 立马又关上了大铁门。 我爸这个该死的男人, 不知从哪儿找的大黑狗, 又凶又强悍。 我妈拿出木棍, 使出全力, 一棍一棍又一棍, 全砸在那凶狠的黑狗头上。 活该他们被拴了铁链, 可帮了我们不少忙。 一时间, 狗的狂吠声, 铁门和铁链的撞击声, 在家门口剧烈地响起, 像山崩地裂般, 地震人心肺。 后来, 猎狗在妈妈的攻击下, 从凶狠转为惊恐, 最后夹着尾巴, 响起了凄厉而惨痛的哀叫声。 大半个的村的人都被我家的动静给叫来了。 我妈大喊着, 欺负人啊, 有家不让进, 偷人偷到家里来了。 有看着我妈长大的人跟着骂奶奶一家, 怎么欺负一个孤女, 还不是看人家没娘家人。 奶奶探头探脑地打开了铁门。 我妈抡着木棍就冲了进去, 那瘦小的老太婆根本不是我妈的个, 一下就给挤到一边去了。 她拿着棍子就朝冯丽的身上踢去。 冯丽来不及躲闪, 抱着头的胳膊上瞬间一片青紫。 冯丽疯了般地嚎叫了两声, 就跟我妈扭打在一起。 开玩笑,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的对手? 我妈骑在她身上左右开弓的时候, 她只能拼了命地护着她引以为傲的脸。 全然没有还手之力。 村民们一看这阵势, 怕完大了出人命, 纷纷前来拉我妈和冯丽。 我则虎视眈眈地盯着躲在奶奶身后的阿毛。 趁奶奶也跟着去拉人的见习, 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我手里的小木棍。 这个坏东西, 抢了我的爸爸和家, 还毁了我最珍贵的东西, 害我迫向受伤。 阿毛发现我的意图熬一生地, 奶奶。 可惜奶奶分身乏术, 却被闻讯赶回来的爸爸一眼瞅见。 她抄起手边的板凳, 朝我刚举起的胳膊狠狠地砸了下来。 手臂被砸得钻心地疼, 痛感嗡嗡嗡地直冲脑门子, 虎口一松, 木棍滑落在地上。 我瞬间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成年男人的力量能让我骨头碎裂。 我疼得直不起身子, 五官抽搐, 连气不敢喘, 疼痛裹挟着我的全身。 连哭都忘了。 我妈顺着我爸的身影扭头看到我时, 声音都吓得变了调, 妞妞, 你怎么样? 别吓我呀, 给妈说说, 哭出来也行啊。 我看着我妈焦急的脸, 终于挖得一声哭了出来, 眼帘里包着的泪水 扑哒扑哒地砸在她身上。 妈, 救救我, 我快疼死了。 全屋的人都慌了神, 坐在地上的缝里也忘了喊叫。 村长拨开人群喊了句, 还不打电话叫救护车, 孩子疼得脸都变了色。 妈妈用刀子一样的眼神瞪着爸爸, 杨明, 她可是你亲闺女, 你真能吓得去手, 你等着, 我不会叫你好过。 我爸爸低着头没敢吭气, 奶奶将阿毛护在身后, 谁让她想动阿毛的, 活该被打。 好好好, 你们将外面的野种当宝贝, 将妞妞不当人看, 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你们等着吧。 我妈抱着我慌乱地上了救护车, 医生看了看我突出的骨头, 哪个遭天杀的, 对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 当听说是亲爹干下的事, 直接对我妈说, 这样的狗男人跟他离, 一天也不能跟他, 虎毒还不食子呢。 我妈跟着骂猪狗不如的东西, 眼泪也不争气地往下掉。 她想不明白, 男人狠起来, 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下此毒手。 住院的这几天, 爸爸家的人依然没有出现。 我有些担心, 出院后我们去哪儿, 忍不住问妈妈, 妈咱出院了去哪儿住, 东西都被他们丢完了, 以后咱用啥。 妈妈狠狠地吸了下鼻子, 声音哽咽道, 那是咱的家, 你别怕。 她说话时, 几乎是咬着牙, 一字一字说出来的, 每个字带着坚定与强壮的镇静, 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怒气。 我用另外一只好手, 紧紧地握着妈妈钻成拳头的手, 想给她些力量与支撑。 出院前的一天, 妈妈出去办事, 我一个人紧紧地盯着病房的窗户, 想看到平安回来的妈妈。 我怕, 妈妈一个人单枪提马, 受他们欺负。 又怕, 妈妈会不会不回来了, 将我留给从不爱我的爸爸。 如果不是我好奇跟着爸爸, 让阿毛有机可乘, 我也不会受伤, 妈妈也不知道阿毛的存在。 我就不会让妈妈发疯, 事情也不会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我越想越怕, 盯着窗外的人流, 看着天色由亮变黑, 直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拎着饭盒朝着病房走来。 妈妈假装没事的样子, 让我趁热吃饭, 但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肿, 衣服也换了新的, 头发随意地绑着。 我想她这一趟一定吃了不少亏。 我拿起勺子给她喂了一口, 妈妈, 你吃。 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了看我, 机械性地张开了嘴, 忽然又吸了一口气。 我发现她的嘴角也有些肿, 想起下手很重的爸爸, 恨从心间生起, 妈, 我以后再也不惹事了。 妈妈伸手将我往她怀里拦了拦, 你别怕, 有妈在, 谁也不能再欺负你了, 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那晚之后, 妈妈肉眼可见地消瘦了。 她吃不下饭, 也睡不好觉, 没事就拿个纸在那儿算个不停。 出院后, 妈妈带我去了, 池塘边搭建的简易小木屋里, 暂时落脚。 夜里她会在我睡着了时, 偷偷喝些酒。 我在黑暗里, 看着妈妈, 茫然地望着漆黑的池塘, 咬着牙皱着没咽下苦涩的酒。 就像咽下这苦涩的生活。 在农村, 离婚是件对女人极不公平的事情, 何况是我妈这样没有娘嫁人的孤女。 一个人偷偷和婆嫁人商量好了, 办了离婚, 运气好能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远走他乡的讨生活, 算是好的。 还妄想争财产,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妈这些天可不是白忙合的, 她拿着厚厚一打子算好的账, 还有我的验伤报告, 直接去了法院。 妈妈不但要我的抚养权, 还要奶奶一家搬出现在的房子, 赔偿这些年霸占的财产。 我爸打来的电话里, 冲出了狼嚎鬼叫的咆哮声, 说我妈要脸不要, 离婚给个丫头, 带走就不错了, 还想争财产, 再闹, 啥也别想要。 我乃则跑来哭天抹泪的陪不适, 让看着曾帮我外公外婆下葬的份上, 离了婚就走吧, 要不我爷爷来了她可按不住。 奶奶表面上看似乎是为我妈好, 其实她才是赤裸裸的威胁, 她想用爷爷的武力吓退妈妈。 妈妈直接对她道, 你以为我和你个老灯一样, 被打了一辈子, 还仰慕了一辈子, 我可没那受虐倾向, 她敢动我一个指头试试。 一个外地来的破络户, 要不是靠取我, 你们发了家,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要饭呢? 别让我把你们家的那些个脏事都抖落尽, 看谁不要脸, 一家子吃绝户, 吃上瘾了不成。 我妈是故意气她的, 爷爷打奶奶是家常便饭, 她也习以为常, 被打了后还会爬起来给她煮饭, 不气她。 怎么抓他们家的把柄? 果然, 天擦黑, 在外做工的爷爷, 就带着奶奶气势汹汹地上门了。 他们知道我们孤儿寡母, 知道我们没有安全的庇护所, 也知道欺负我们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妈在黑暗里看着冲进院子里的人, 拿起电话就报了警。 失控的爷爷瞪着牛一样的眼珠子, 冲妈妈和我咆哮, 你长胆了, 敢将自家男人告上法庭。 我告诉你, 在家里我就是法, 你赶紧给了撤了去, 不听话看我不打死你。 自己没本事生不出儿子, 守不住自己的男人, 还想来争家产, 你哪来的脸? 今天我不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就不姓杨。 她, 敢威胁老子的人好久没见了。 我妈紧紧握着手, 声音颤抖地冲着爷爷求饶, 求您了, 别伤害我和妞妞。 爷爷哈哈笑了几声, 现在求我晚了, 看我不打死你们这一对小剑蹄子。 等警察赶到时, 我妈正死命地护着我, 爷爷手里的棍子刚挥下来。 幸亏来得及时, 我都不敢想, 若是警察没来, 我们会不会被打死在这无人问津的小破屋。 我哭着问妈妈, 明知爷爷脾气暴躁, 就是各魂球, 咱怎么不出去躲躲, 还受这罪。 妈妈笑着又被疼痛惊得吸了口气, 傻孩子, 与虎相争, 不以身似局, 如何取信? 妈妈受的这些伤, 值得。 那时我觉得妈妈的话好深奥, 但妈妈的形象在我心里却高大了起来。 爷爷见了警察才知道怕, 说是一家人吵几句嘴, 不爱啥似的, 他们要求调节和解。 爸爸还理直气壮地冲妈妈吼说, 再怎么样也是一起生活了这些年, 喊爹妈的人, 你怎么忍心告他们? 我妈原地对回去, 妞妞也是你亲生地喊你爸爸的人, 你怎么忍心下狠手打他? 别在这儿打肿脸充好人, 你们全家都是烂人。 妈妈严肃地说, 我不接受道歉, 也不接受调节, 他儿子出轨在前, 他们家是想赶尽杀绝。 我告诉你们, 我胡家的东西你们一分也得不到, 还要让你们那宝贝孙子, 从哪里来的滚哪里去? 妈妈适时拿出了他手心里紧紧攥着的录音笔。 爷爷奶奶已入室行凶, 被警察控制了人身自由, 关了半个月的小黑屋。 这半个月, 没了爷爷奶奶的助力, 爸爸与冯丽的日子不好过了。 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妈没日没夜地跟律师沟通, 收集证据。 在法庭上, 没有胡搅蛮缠的公婆, 到来了会原地发疯的冯丽。 她拿着阿毛与爸爸的血缘鉴定说, 非婚生子女同样享受继承权。 我妈这边的律师直接乐疯了, 这人是脑子不够用还是咋的, 拿的证据都是对我方有利的。 冯丽跟我爸, 阿毛三人还上演了一场人伦大戏, 说什么这些年儿子流落在外, 吃了多少苦, 我妈应该自觉地让出财产。 本来这些都是她的, 以后也只有她能给老杨家延续香火。 最后, 受不了的法官忍不住将冯丽赶了出去, 说她扰乱法庭秩序, 还说法盲太可怕, 回去后要好好给他们谱谱法。 我妈的官司简直不要太顺利, 赢了个满堂财。 我妈顺利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存款, 鱼塘, 卖鱼的铺子, 还有我的抚养权。 闻讯赶来的我爷爷和奶奶一听审判结果, 直接原地发疯。 非说我妈勾搭了法官和律师, 杨家的东西怎么变了性。 我爷爷本性毕露, 拿起石头就砸法院的大门, 倾天大老爷不替我们穷苦人撑腰, 我要告你们。 我奶奶跟着一唱一和的坐在地上拍着大腿, 鼻涕眼泪呼了一脸, 这让我们孤儿寡母往哪儿搬呢? 是想逼死我们呢? 法官只略扫了一眼他们, 却目光同情地多看我和妈妈好几眼。 爷爷奶奶被请走时, 还一蹦一跳地喊着不告导我妈事不罢休。 不过, 他们在黑房子里多少还是长过一点见识的, 没敢怎么闹, 主意却打到了别的地方。 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收房, 回去却发现小木屋里泼满了动物的血, 一股血腥味带着说不出的恐怖。 当下, 我就拉着妈妈的手不敢进去了。 妈妈先进去查看了一番, 没发现什么才拉着我进去。 我刚坐在床上就发现了不对劲, 等我掀开被子, 嗷一嗓子差点哭得背过气。 我的床上放着被拧断脖子的老母鸡, 和一窝刚孵出来的小鸡仔。 老母鸡和小鸡仔还被剖堂开腹地, 留了一床的内脏。 我妈咬着牙道, 好, 既然你们给我玩阴的, 别怪我无情。 我因为受了这次惊吓, 前面受的伤也没好透, 竟一病不起。 高烧不退, 吃饭呕吐, 半夜做噩梦。 妈妈一方面尽心照顾我, 一方面不知在给谁打电话, 到处联系人。 妈妈整夜整夜地照顾我, 没时间去收房子, 倒给了奶奶他们 造谣声势的机会。 奶奶还在村里说自己家的儿子多委屈, 娶了个不会生儿子的扫把星, 挡着亲孙子不让进门。 爷爷则标榜自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人, 送走了自己的岳父, 又帮着送走了亲家, 没想到娶了个白眼狼进门。 他们都以为我和妈妈被他们吓住了, 不敢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却没想到突然而至的客人, 让他们一下乱了手脚。 村口的留寡妇挺着肚子, 非说怀了爷爷的孩子, 要让爷爷负责。 奶奶没时间找妈妈的事了, 要和爷爷拼命。 奶奶家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村里最不缺的就是看笑话的人。 妈妈带我一起去看热闹, 顺便带了一群人在门外等着。 爷爷瞪着个眼跟那个寡妇吵, 我啥时候弄带了你的肚子, 你在那空口白牙地胡说, 信不信我打死你。 留寡妇坐在地上掰着手指头细数着道, 3月5号给家里送了个小木桌, 4月1日帮着买了一篮子的供品, 5月2号跟着进货的车去了烫城里。 他唱戏一样的台词里, 让人都扎磨出了不同的味儿, 奶奶发疯了一样, 指责爷爷没时间给自己的岳父买贡品, 竟便宜了这个寡妇。 爸爸气脑地道原来五一不带他进货, 是为了陪小寡妇。 更直接的原因是, 他怕小寡妇真的生个一儿半女, 他在家里的地位不保。 原本就被全村的人看笑话, 爷爷的火气早就没处发了, 这会儿被自己的儿子数落, 更是直接爆发了。 他瞪着眼随手抄起手边的一个木头椅子, 直接砸到了爸爸的头上, 老子的是啥时候轮到你管。 爸爸的头瞬间像砸烂的西瓜, 血顺着脸往下躺。 爷爷是常年干体力活的, 人又是壮年, 力气大的惊人, 这一下爸爸可有的瘦啊。 我和妈妈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感到莫名的解气。 我很想问问爸爸, 被自己爸爸打的滋味好受吗? 奶奶哭着拉着爸爸去医院缝针, 爷爷骂骂咧咧地扯起地上的留寡妇。 留寡妇冲着在外面看热闹的村长喊道, 村长, 你可得给我做主了, 他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下得去手, 我怕被他打死啊。 我妈也适时站了出来, 村长, 你也得替我做主啊, 这房子法院早就判给我了, 今天我要收房。 村长一时间被两家人架在火炉上烤, 不管也不行了。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冲爷爷道, 杨化君啊杨化君, 真不知该说你什么好, 你是闲好日子过到头了吗? 在农村, 村长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但这些年, 因为年轻人出去务工的越来越多, 懂法的人也多, 村长反而不敢大管特管了。 毕竟清关难断家务事, 就像我爸带阿毛回家, 他为什么不管, 他认定我妈一个孤女翻不出什么浪花。 关键是他与爷爷的交情不错, 可现在他不得不管了。 他冲爷爷道, 擦干净自己的钩子, 不要因为你们家的这些破事, 影响了全村的荣誉。 有了村长的敲打, 爷爷不敢太嚣张了。 妈妈冲身后的人群打了个响指, 哗啦啦地冲进一群体壮的汉子, 边进边对周围的人群道, 让让, 我们是搬家公司的。 最近杨家的新闻太多了, 村民们像是看电影一样, 看了一步又步, 步步精彩。 这会儿, 终于有人想起来替妈妈抱打不平, 胡金花也太可怜了, 他爸妈要还在, 能让他受着气。 是啊, 啥年代了, 偷人还偷出理了, 老公前脚刚死, 他后脚就带着儿子认爹。 嫁了个啥人家呀, 老子偷人, 儿子也偷。 真是上梁上梁不正下梁歪。 趁着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妈妈利落地让人开始进屋收拾东西。 近一个月没进家, 我屋里的东西全变成了阿毛的。 冯丽带着阿毛躲在卧室里不敢出门, 看到我们进来了, 立马嚎叫着, 这都是我的, 你们不许动。 我妈朝那些人使了个眼色, 全扔出去, 我们家不占他们的便宜, 冯丽只敢跟我妈使刀子眼, 却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毕竟这会儿家里可没有给他撑腰的人。 那些个人动作麻利, 抓起什么朝外扔什么, 什么贵重的小汽车, 各种弹珠, 卡牌, 洋洋洒洒一大堆。 我和妈妈看着这些东西气得眼红, 爸爸可真是舍得下血本。 阿毛一见这架时, 根本忍不了一点, 嗷一嗓子就跑出去捡他的宝贝玩具。 可惜东西不长眼, 他刚弯下身子, 还没捡起个汽车, 就被身后飞来的破书, 破玩具砸得嗷嗷叫。 我妈还在不停地指挥着众人, 这些东西都给丢出去, 他们想要就自己去捡。 冯丽见不得儿子受委屈, 跑出去护着。 于是, 两人一起在院子里响起了哀嚎。 梯里啪啦的东西, 砸得他们母子俩东躲西藏, 最后灰溜溜地跑了, 像是丧家之犬般狼狈。 曾经我们身上受过的痛, 他们如今正在感同身受。 我妈嫌他们用过的东西晦气, 让人全部都砸了, 连铁门都找人重新换了个。 以前拴前两条恶犬的黑铁门, 换成了促心的红色大铁门。 家里快成了一片废墟, 有些东西砸得面目全非, 那些汉子看了问妈妈, 要不要把这些垃圾带走。 妈妈摇了摇头, 那时候不明白, 妈妈为啥要把家弄成这样, 还有何必换一个新门, 里面都烂完了。 后来才明白, 她只是对外宣布她的所有权, 这里她再也不会当成自己的家了。 关起来的不只是房间里的烂东西, 还有她被辜负无法回去的青春。 等忙完这一切, 已经后半夜了, 但真正的客人还没回来。 妈妈没敢睡, 听着门外的动静。 果然不一会儿, 寂静的夜晚就响了奶奶那非凡无比的咒骂声。 你个糟天杀的, 趁乱竟敢收了我们的房子。 我这一把年纪的人竟被你个贱人扫地出门, 你就不怕糟天浅。 她的骂声还没停, 黑暗中守着的人直接冲了出来。 那你东躲西藏这些年就不怕糟天浅。 奶奶听到熟悉的声音直接愣在那儿了。 她忘记了咒骂, 直直地盯着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 吓得失声叫道, 大姐,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是奶奶的亲姐姐。 她一步步地逼向奶奶高声质问道, 我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在怕什么? 爸爸在一旁冲她的姨奶奶喊道, 你个神经病, 半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奶奶一听, 有些心虚地道, 杨明, 不许和戴姨这样说话。 杨明, 好啊, 爸爸死得不明不白, 你们当初答应他的事全变了卦, 孩子的姓都改了。 妈妈在房间里看着直接笑了, 回来得真是时候。 妈妈看清了黑暗中又回来了一个人, 是爷爷, 他看清了和奶奶说话的人, 直接掉头就跑。 妈妈大喊了一句, 杨化军跑了, 紧接着寂静的夜空响起了月儿的警车声。 那一天, 我们村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爷爷趁着奶奶和爸爸不在, 偷摸着去了刘寡妇家算账。 田义站上了没有, 不得而知, 但他失手打落了刘寡妇肚子里的孩子, 被刘寡妇报了警。 原本想着跑路回家看看, 却发现多年不见的大姨子来寻她。 这时, 村里的人才得知, 这里竟然藏了一个杀人犯。 奶奶的姐姐拿出了当年的证据, 证明他们的老父亲是被爷爷蓄意谋杀。 奶奶不愿相信, 疯了一样自言自语, 不可能, 当年她说的是把自己跌倒去世的, 怎么会? 奶奶的姐姐恨铁不成钢地道, 当年爸就说你是个没头脑的, 容易听信了旁人, 让你凡事多和我商量。 结果你是怎么做的? 爸死了直接就埋了, 连给我支一生都不支, 跟着他跑到这里是图个啥。 你忘了当年他是爸招进咱家的上门女婿, 现在成了害死爹的元凶, 我找了你们多少年? 爷爷被逮捕, 奶奶成了村里人的笑话, 养虎为患, 说的就是他吧。 那之后, 我们成功收回了外婆留给我们的房子, 鱼塘, 还有卖鱼的铺子。 而我经历了这些, 跟妈妈学会了两点, 以牙还牙, 绝不手软。 运筹帷幄, 以弱胜强。 妈妈将老房子锁了起来, 带着我来到县城里读书。 妈妈在农贸市场里, 凭着鱼肉新鲜, 服务好, 良心称, 获得了好的口碑, 一下开了好几家的分店。 而家里的鱼塘, 则交给了刘姨, 帮忙打点着。 两个曾经被欺负的女人, 却因为彼此的照应迎来不一样的生活。 生意越做越好。 我看妈妈为了我们的生活如此拼命, 怎么敢懈怠, 卯足了劲的学习。 以前奶奶常说我是个赔钱货, 生下来就傻, 我偏要好好学习给妈妈争光。 本来妈妈对我并没有特别高的期望, 只想我健康快乐就好。 没想到我的成绩越来越好, 对我简直是有求必应。 报课外班, 买学习资料, 从不心疼。 有时, 妈妈看我熬夜苦学, 问我累不累, 我摇摇头道, 不累。 我爱学习。 亲身经历了被爸爸抛弃, 妈妈独自打拼, 我们艰难生活的现实, 我更加坚定地相信, 求人不如求己。 这世上, 没有家事可以依靠, 只能靠自己的本事。 小学的成绩没什么问题, 初中除了拼命学习, 还要拼天资。 没事, 天资差点, 但我相信, 勤能捕捉。 关键有我妈这个无敌支援队,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一次次月抄自我, 成为班里的第一, 甚至年级的第一时, 我妈终于有了自信。 她笑咪咪地对我道, 还好, 你遗传了我的聪明劲, 不像你那个蠢爹一家。 妈妈说这个话, 是有道理的。 阿毛长得和我那个蠢爹越来越像, 学习的蠢劲也是如出一辙。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他们一家在村里待不下去, 也在县城租了个房子念书。 我和我妈住在高大上的小区生活优渥, 他们一家挤在吵杂的出租房里, 成绩垫底。 想和我们比, 差得不要太多。 听说, 不知哪个好事的同学, 说出了阿毛的爷爷是杀人犯, 他在学校更受排挤了。 我无意中撞见一次奶奶接他, 他让奶奶滚, 还说你个没脑子的傻种, 我才不想给你们家当孙子。 而冯丽呢还有当年的风韵, 人到中年发福发胖了不说, 被生活蹉跎地真成了一个黄脸婆。 他从与爸爸在一起私混开始, 就注定被人诟病, 婚内出轨生下别人的孩子, 找的老公又是个杀人犯的儿子。 种种骂名, 足够压垮了他。 虽然迫于当时的舆论, 他与爸爸不得不领了证, 但从小窝囊, 没主见的爸爸, 离了能干的妈妈, 简直将日子过成了一团麻。 他先是野蚌鱼, 可受不了那个苦, 逢利咸兴, 一次也不去店里。 没多久, 生意就垮了。 全靠奶奶在一家小店里洗碗, 养活一家人。 我妈每次提起他们的境遇, 都要心有余悸地道, 还好, 离了婚, 要不我这一辈子全砸他们家了。 再看妈妈, 简单完全变了一个人。 身材恢复了以前的苗条, 这些年日子过得顺心, 她脸上的皱纹也少, 人越发地年轻自信。 每年寒暑假, 我妈也会带我回村里的鱼塘看看, 一来算度假, 二来也扬眉吐气一番。 村里的人现在谁不知道, 我妈是赫赫有名的胡老板。 毕竟雪中不见送炭的人, 锦上添花的人总有。 在一群人的恭维中, 我们竟巧遇了奶奶一家。 他们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好在村里还有他们的一间快塌了的房子。 初中毕业后, 阿毛直接辍学了, 成了村里名符其实的混混。 我们俩个第一次狭路相逢, 他就对我露出了莫名的恨意。 他骂我和妈妈都是贱人, 抢了属于他的财产, 我骂他蠢货一个, 跟他的爹一般一样。 瞬间激起了他的怒火, 他冲我喊你找死。 接着就捡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 准备攻击我。 我吓得边跑边喊, 杀人了, 杀人犯的孙子要杀人了。 我不喊还好, 越喊他越愤怒, 非要置我于死地。 我边跑边哭, 还一不小心跑丢了一只鞋。 哭, 我多久没哭过了, 不得可尽地装。 我边哭边跑边喊, 救命啊! 杨阿毛要杀人了。 阿毛本来就是他的乳名, 被我激怒的他, 听到我对他的称呼更生气了。 他追得起劲, 我喊得更起劲, 成功地将村里的婶婶、 姨姨、婆婆们都叫了出来。 眼看着他就要被众人围攻, 我悄咪咪地伸出了我的一只腿。 我的防身教练可是专门教过我, 如果花最小的力气扮倒一个成年男子。 在没人注意的视觉死角, 阿毛被我无意伸出的脚扮了个狗啃屎。 好巧不巧, 他的脸正好磕在了自己手里的石头上。 他不可置信地昂起破相的脸看着我, 你因我。 我看着他吐出一口血, 摸了摸自己, 还隐隐留有疤痕的下巴, 突然很想笑。 所以那年就想让他磕倒在我面前, 今天终于如愿了。 他怎么好意思说我因他, 明明我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他还想说更多侮辱我的话, 可惜不能如愿了。 他高昂的头, 很快被文讯赶来的热情村民们暗倒了。 当他受伤的脸和地面上的石头狠狠摩擦时, 我在想他是不是故意搬石头磕自己的脸。 我故意伸出磨得红肿不堪的脚, 向众人哭诉, 他想杀我。 我,我,我好怕呀。 我全身颤抖, 泪如雨下, 狼狈不堪, 说话磕巴, 瞬间博得了众位村民的同情心。 他们将我紧紧护在身后, 将趴在地上的阿毛, 进行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教育。 我实在不忍看他的惨样, 闭着眼只知道大哭。 我乃冲破人群, 拉起地上他的宝贝孙子时, 被他的伤口吓得直呼叫救护车。 妈妈带着众人冲到我面前, 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 冲着迟迟赶来的爸爸和冯丽道, 你儿子破相了, 还不赶紧去医院。 忍不了一点的奶奶到医院看着亲孙, 活活缝了十针的猙獰伤口, 直接报了警。 十针, 不错, 比我当年的五针正好翻了一倍。 警察来村上调查时, 全村的好心人都替我作证, 说是阿毛想打死我。 我哭得不能自己, 他说要杀了我, 说我抢了, 抢了他家的财产, 还嫉妒我学习好。 我挟兜, 都跑掉了, 要不是, 要不是, 他自己摔倒, 我, 我就没命了。 立即有正义的村民说看到阿毛在他家门口捡了石头, 也有人说, 听到阿毛想杀了我, 更有人拍着胸脯道亲眼看到他自己摔倒的。 后来, 有好心的村民给警察又讲了一遍我们俩人的关系, 生活的差距, 为人的不同, 甚至偷偷说出了爷爷故意伤人的事。 民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阿毛故意伤人不成, 自伤, 后果自负, 医药费自理。 听说他在医院听到警察的结论, 嚷嚷着要杀了警察。 听听, 他真是好大的口气, 啥话都敢往外说。 警察最后警告阿毛的父母若再教育不好他, 只能送进去有人教育他。 村上的人直呼警察万岁, 帮他们教育了一个社会渣海。 直骂奶奶一家, 枉为父母长辈, 养了个坏种, 连警察都想杀。 妈妈听刘姨说完后, 笑得前仰后翻, 眼泪都出来, 最后捂着肚子直在床上打滚。 等刘姨走了, 他笑够了问我, 你那一脚要是没绊倒塌, 怎么办? 我瞪着眼道, 怎么可能? 我那一脚可是千锤百炼, 连教练都夸我学到了精髓。 我妈默默看了看我道, 嗯, 我得给教练打电话, 这防身术还得学, 再遇到坏种咋办? 我哀嚎, 不是妈, 我精髓都学到了, 就不能放过我吗? 从我受伤好了后, 我妈认为没人保护我们, 从小就让我去学了女子防身术。 我这么聪明好学, 当然是学什么成什么呀, 这一学还没完了。 三年后, 我终于以685的高分 考中了心心念念的大。 我妈拿到我录取通知书的第一天, 就开始张罗和盲盒。 她找人大修了我外公外婆的坟, 围着坟头放了鞭炮, 感谢祖宗保佑, 我胡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又找人将那个锁了十年的旧房, 移为平地, 重建新房, 并先修了个三米高的院墙。 屋后的奶奶一家, 只能看着我家高高的院墙, 望墙气地跳脚了。 又找来了村长, 大摆三天流水宴席, 连村口的阿猫阿狗都有一桌肉吃, 唯独不能让奶奶一家上桌。 有人议论道, 谁说女孩不如男孩, 男女平等多少年了, 以后我家的闺女也要考大学。 更有人讥讽, 就这老杨家的, 不知道想啥呢, 捡了个破鞋回家当宝, 将有福有本事的母女俩赶出了家。 更有人八卦道, 她能婚内出轨一次, 谁知道会不会找另一个下家。 这话越传越有样, 连冯丽出门, 都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后来, 真被有心的人发现, 她跟村口杀猪的老张滚到了一张床上。 爸爸赤红着眼, 抓住冯丽的现行时, 她还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道, 自己没本事, 还嫌我在外面勾人, 你当初不也是这样说, 那个死鬼的吗? 冯丽千错万错, 不该低估一个老实人的爆发力。 被羞辱得体无完肤的爸爸, 最终拿起了那把杀猪砂, 像砍牲口一样砍死了冯丽。 亲眼目睹了爸爸杀了自己亲妈的阿毛, 彻底发了疯。 他们家的是一出直接上了新闻报的头条。 爸爸和爷爷走上了同样的一条不归路。 奶奶一个人在家照顾发疯的亲孙, 时不时地还要受她的人生攻击。 听说日子苦不堪言。 我和妈妈去了新的城市, 开启了我们的新生活。 在那里, 妈妈开了一家特色美食鲜鱼馆, 店长是刘姨, 当年的刘寡妇。 她早就在妈妈手下干了。 从那次孩子落了后, 爷爷彻底被抓, 都是刘姨告诉妈妈的密文。 曾经她被爷爷置故, 用自己杀过老岳父的事威胁她。 爷爷肯定没想到, 两个同样受到命运不公对待的女人会联手。 而她妄想控制别人的戾气, 成了杀死自己的武器。 因果轮回, 谁又说得清呢? 妈妈和刘姨笑着聊起往昔与今日, 举杯共饮。 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 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就像萧生克的旧鼠里说的, 痛苦只是暂时的, 未来更可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